除了煙花颱風的動向備受關注 中國南方的查帕卡颱風在觸入之後 昨天晚上已經轉為輕度颱風 由於煙花移動速度變慢 強度也轉為中台 未來是否有可能跟查帕卡颱風相互的影響 引發藤原效應 專家認為依照目前的情況 兩個颱風距離較遠 所以引發藤原效應的機率低 但接下來更應該注意的是 強勁的西南季風 大第二代兩個颱風持續發展煙花增強轉中台 而中國南方的查帕卡觸入後 減弱轉輕台 未來有沒有可能兩個颱風相互作用 引發藤原效應 專家進一步分析 那麼這兩個颱風的距離 其實也相對比較遠 第二個呢 煙花颱風它本身的一個強度 相對是比較顯著的 所以它會成為這個低壓帶移動的頂頭羊 最後呢 當然現在模式的預報後期還有一些變化 至於查帕卡 它會不會在進入陸地之後 到南海之後又長起來 它不確定一些還是有 藤原效應機率低 但查帕卡數輕盈轉向南海後 也不排除會再增強 至於煙花 專家分析主要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 和季風低壓兩傷抗衡 這幾天才讓煙花左右為難 而太平洋高壓又開始減弱 缺乏導引目前動向不明 太平洋高壓沒有辦法 強勢阻導煙花颱風的移動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過去幾天煙花颱風的路徑預報呢 它都有在做一些往北偏或往南偏的 另外煙花通過後 恐怕會帶來強勁的西南季風 專家提醒25號以後要密切觀察 颱風旺季雙台環繞 要特別留意 記得這份報導 就到此為止 只要密切換 通知 何 的 九 和